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誇張 這個好像就是最近 大家說有可能是 有點危險 有可能會破壞到很多人的工作 對 說不定我們YouTuber也會被取代 我們這邊有鬼嗎 大家說有 那我們怎麼辦 他發現他的床下面呢 有一個孩子的手伸出來 試圖拉他進去 這太恐怖了吧 你沒有歡樂 哪怕我聽不懂 你吐著眼也被你感動 下過的雨的舞蹈 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irley Can't You 雞腿 雞腿姐姐 OK Shirley呢 小弟弟不舒服 他那個肚子不舒服 然後呢 現在休息 那待會兒去看一生大家不要擔心喔 好 那開場呢 我們現在問到就是 大家知道有Chat GPT嗎 有 最近非常紅 而且我之前看到有人說 可以用這個軟體去幫你寫文案喔 幫你寫一首歌這樣子 這樣子 對 他可以寫 可能你的上岸的腳本 可能你敘述一些歌的東西 然後他可以幫你製成一首歌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這個好像就是最近 大家說有可能就是 有點危險 有可能會破壞到很多人的工作 就像可能編曲者啦 或是寫腳本的人編劇什麼的 因為現在可能你隨便打一些 就可以變出一大堆劇本 但是我們也不確定了 未來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那因為我非常好奇這個Chat GPT 所以我們打算 今天我們想問 Chat GPT 有沒有什麼 靈異故事靈異事件 然後可以來分享給我們 對 我們要來拿App呢 這個軟體呢 要來做個都市傳說 非常符合我們頻道的調性 問Chat GPT 靈異事件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Chat GPT 因為大家可能還不太懂 好 那Chat GPT 於2022年的11月推出 該程式使用基於 GPT 3.5架構的大型語言模型 並以強化學習訓練 Chat GPT 目前仍以文字方式互動 而除了可以用人類自然對話的方式來互動 還可以用於甚為複雜的語言工作 包括自動生成文字 自動問答 自動摘要等多種任務 如在自動文字生成方面 Chat GPT 可以根據輸入的文字 自動生成類似的文字 像是劇本、歌曲和企劃 在自動問答方面 Chat GPT 可以根據輸入的問題 自動生成答案 還有編寫和除錯電腦程式的能力 而且南下都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Chat GPT 還可以寫出相似真人的文章 並在許多知識領域 給出詳細和清晰的回答 並迅速獲得關注 證明了 從前認為AI不會取代的知識型工作 它也足以升任 對金融與白領能力市場的衝擊相當大 但也認為適時準確度 稱次不齊是其重大的缺陷 並認為基於意識形態的模型訓練 結果需小心校正 好 那目前OpenAI估值呢 就是這個Chat GPT 已經達到290億美元 上限兩個月後 已經有上億的使用者 所以大家可能已經很多人 用Chat GPT 在工作了 因為像我們拍影片 不是很常會有業配嗎 說不定我們都可以用Chat GPT來打腳本 這就很方便耶 重點它可以很人性化 它不是那種很自私化 它是那種可以像 我們平常打字的那種 那種樣子的腳本 所以其實是個非常誇張 你剛好說到就是 對金融或白領的 可能像是工作職業呢 會有很大的衝擊 可能可以取代很多人的工作 就像剛剛講那種寫文案 或者是創意發想的人 對 說不定我們YouTuber也會被取代 從來 我們沒工作了 OK好 我們稍微看了一下 什麼是Chat GPT 所以我個人認為非常誇張 所以我們今天想來實測 用這個Chat GPT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聽到他講的哪一些 靈異世界的靈異故事 我們來看有多可怕 看今天會發生什麼事 好 那在實測之前 如果你們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的話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追蹤喔 記得要歡迎支持我們喔 記得按照這個影片 記得聽不清楚嗎 我很多喔 好 再來玩玩看這個Chat GPT吧 我們來看發生什麼事 Let's go 好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要側錄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Chat GPT的這個畫面 那我們已經到裡面啦 那邊就可以開始打字這樣 那邊可以開始打字了 那我們先簡單問一下那個 我們打你好會發生什麼事好了 好 所以它中英文都可以就對了 對 但它可以簡體字 1號 這個很像Siri耶 對 唱Siri的 那我們就發揮說 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們來問他有沒有什麼靈異世界 可以告訴我們 靈異世界可以分享嗎 他分享了 他分享了 可以耶 來了來了 進來了 各位 他分享靈異世界了 哇賽 好 我們等一下打 我們再慢慢看 Oh my God 他開始分享靈異故事了 那可以好幾個耶 那以後我們那個主題都要從那邊找好了 好 其實真的可以耶 那以後我們有一個系列 好不好 就是Channel GPT系列 對 大家想要看這個系列的話 下方留言 好 各位 那Channel GPT已經打完了 我們來看他講什麼 作為AI呢 我本身沒有經驗和感受 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 關於靈異世界人的故事和傳說 那他有說到請注意呢 這些故事 並不能證明靈異世界人的存在 也不一定是真實的 但他們可能會讓你感到有趣或不安 所以他會給你打一些 就是預防症的東西耶 有三個故事我們簡單看一下好了 好 第一個呢是 一個靈異世界人在一所高中中發生 有一個叫做紅裙女孩的靈魂呢 被說是出現在一所高中 據說呢他是一個女孩子 在學校時期呢 身穿紅裙子 但是呢他在一次事故中 從大時期呢 他的靈魂呢 就一直出現在這所學校 學生們經常聽到他的腳步聲和聲音聲 並且呢還能看到他的靈魂呢 穿過走廊和教室 好 我覺得他這幾個故事有點偏不夠驚爽 我們來問問看有沒有更恐怖的分享好了 好 那我問一個好一點恐怖的東西好了 問他說我後面有人嗎 所以他可以從視訊看我們後面有沒有人 好 來吧 好 我們來問 我們後面有人嗎 好 按囉 我們後面有人嗎 3 2 1 什麼 他講了 他答好多字喔 他說 作為一台AI我沒有身體 也無法在物理空間看到或感知周圍的環境 因此呢我無法回答您在特定的情況下 是否有其他的社長的問題 請提供更多的上下文信息 我將為您提供有用的幫助 等一下 所以他其實看不到我們這邊有沒有人 對 可是他滿厲害的耶 因為他就說他沒有身體沒有什麼物理空間 他不會亂回答耶 就很像Siri啊 Siri好像有講類似這種話 還是你覺得他在問他什麼 有沒有更恐怖的 啊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們這邊有鬼嗎 在問他就說 有 那我們怎麼辦 求解 求解 我們在後空翻 好 3 2 1 我們這邊有鬼嗎 好 他就說 他就講差不多一樣的話 作為一台AI呢 我無法直接確認您所在的地區是否有鬼 或超市人現象 然後他就說這種現象往往是主觀的體驗 沒有科學證據 然後他叫我們去尋求專業的幫助 而且其實他還滿貼心的 就是他不會只告訴你有沒有鬼 他還會告訴你可以尋求專業的幫助這樣 他可能覺得你是不是有什麼疑慮還什麼的 他覺得我有問題 對 你有問題 他覺得我是神經病 還可以問什麼 有沒有恐怖一點的 有超恐怖 靈異 我打個超恐怖好了 好 他發生什麼事 這次好像比較久欸 他不理我了 他覺得我很煩 喔 他開始講比較恐怖的東西了欸 最可能他打得超恐怖 或是超可怕 一些關鍵字 有啦 他開始有給比較詳細的東西了 我覺得還滿好玩的欸 對 我覺得他可以去玩 好 看看你有沒有玩到一些比較特別的主題 可以跟我們分享 好 他打完了 我們問了超恐怖靈異故事 然後他還說這幾個故事會引起不適或恐懼 所以比剛剛上面我們問了那幾個人 感覺好像更恐怖一點 簡單可以猜這幾個故事好了 好 第二個是附身 一個年輕女子呢 因為車禍去世 但他的靈魂呢 仍然徘徊在現實世界中 有一天晚上呢 他附身在一個年輕女子身上 試圖讓他幫助找到肇事 但事實上呢 這個年輕女子 發現自己漸漸被這個靈魂控制 最終呢成為他的心肉體 好可怕欸 我發現他雖然是短短 但是都滿恐怖的 這個比前面恐怖很多欸 好 第二個是病房 一個男子呢 被送進一家醫院 他在一個獨立的病房裡恢復 但是呢 他發現自己的病房門呢 總之在晚上自動打開 當他打算尋找原因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床下面呢 有一個孩子的手伸出來 是怎麼拉著他進去 欸這太恐怖了吧 真的是那種 晚上鬼故事欸 對 如果你想要嚇自己 就可以玩這個切局並行 第三個是衣櫃 一個母親呢 正在照顧他的孩子 但是呢他總是聽到 一個也傳來奇怪的聲音 當他打開衣櫃的時候 他發現裡面的衣服呢 已經被弄得一團糟 他的孩子呢卻消失了 他最終發現 一個幽靈呢 一直隱藏在那個衣�裡 並想讓孩子成為他的新朋友 欸我最近這三個都很恐怖欸 有他有用一些 比較恐怖的東西給我 就不像前面就是有一點 偏無聊一點 偏普通 完了 QQPT會告訴我們 這麼恐怖的故事欸 我引起無事了怎麼辦 QQPT趕快救我 打救我 我現在不舒服怎麼辦 救我 我好像有病 那你打怕怕 你打怕怕 可能是怎樣 怕怕 反正跟上一個他叫我們 要報警之類的 慢慢生呼吸 請找社友知識 沒有朋友怎麼辦 不然你等一下打 我沒有朋友哭哭 我沒朋友怎麼辦 我沒朋友 請教新朋友的建議 他教我們怎麼教新朋友欸 參加社交活動或是志願服務 你就會有新朋友的各位 不錯啊不錯啊 其實不錯 好像不用什麼心靈導師 他就是你的心靈導師欸 他文字上的心靈導師 對 只是他沒有溫暖而已 他是冷冰冰的機器人 這是一個新世界欸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給的一些 想法都不錯 對啊 其實 因為他可能通過大數據 所以他給最好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可以 我可以問他那個嗎 假如說你今天在家裡無聊 你說午餐不知道吃什麼 這樣可以嗎 我們幫大家問這樣 因為這是大家每天的問題嘛 午餐要吃什麼 對 這是世界上最難的問題 喔 他告訴我 靜靜的吃的東西還不錯 第一個是三明治喔 Sandwich 沙拉 這是很國外的感覺欸 他告訴你這個東西的好處 壞處什麼的欸 我覺得他給的建議 是比較那種歐美國家的食物 還不錯欸 如果你今天 午餐不知道吃什麼 你就打開去GPT問他 可以吃什麼 他就會告訴你建議 還不錯啊 蠻好玩的 我覺得你可以打一個 要怎麼樣交到女朋友 要怎麼脫單 好 要怎麼脫單好了 要怎麼脫單 去GPT當你的 那個愛情診療師 愛情情侶導師 欸 他會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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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寫什麼那種脫單 可以欸 他可以叫你怎麼脫單欸 我們是主題了 代表他真的是數據很大欸 提升自己的魅力欸 擴大社交圈 提高自身魅力 意識積極 要很積極 不要 相信自己 對 就是你不要被拒絕 就放棄的概念 尊重 沒錯 尊重其實非常重要 脫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酷喔 好好玩喔 他真的是有問必答欸 他不會敷衍你 他是你的心靈導師 OK 好 那我剛才問完了 去GPT一些事情 我們從靈異問到心靈導師的部分 好 那你給他 AI指數應該多少 1到10分的話 我給他10分欸 因為覺得太好玩了 因為他真的是有問必答 而且他的答也不是那種很敷衍的 他是真的很調劣式的 給你一些建議這樣子 對 我們一開始其實是 以靈異主題來問了 然後一開始問了 但是他有越給越恐怖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以後我們可能可以從那邊找主題 也有可能 對啊 我們以後就做一系列的這個主題 對 然後 我們美靈感我們就問去GPT 我們今天可以拍什麼 我們剛剛會講好了 好 我們今天可以拍什麼主題影片 好 看他會說 他在思考中 他把我們講題材 欸 我們不用找企劃了 他就是我們企劃 他有可能主題欸 拍攝一部關於自然風光的記錄 這個是他那個啦 Vlog型的那種YouTuber 拍了一個講述當地文化的影片 喔 講一些 可能台灣的都市傳說也可以 探索未知的科學影片 喔 這個我們也很常拍啊 探空 探索 海洋 探險 我們也有拍過類似的影片 對喔 社會問題 喔 這個我們也常拍過 欸 其實還不錯 他給你很多方向欸 欸 他真的很認真欸 他沒有在敷衍欸 所以他可能真的可以打出一個腳本欸 好 那我們問完最後一個問題啦 我真的覺得非常誇張 喔 我也給他10分好了 我覺得有點太厲害了 但是 同時都覺得好像有點可怕 因為他有點太聰明了 然後 他不像就是 那種很自私化的機器人 他是真的會 有那種人類的那種方式來跟你講話 其實有點微可怕 好 還有各位都有很多想法 這個 ChairGPT這個誠實 忍起來 忍起來吧 告訴我們 好 那我們今天問完呢 ChairGPT就是 問他靈異故事啦 他今天有分享大概有 五六個以上的 恐怖的靈異故事 我覺得非常可怕 然後呢 我們也問他後面有沒有鬼啊 後面有沒有人 有沒有靈異事件 但是他都逃避了 他不回答我們 所以呢 可能真的有此事 啊 他其實很常回答 會讓我們安心的話 喔 他就是不想要造成恐慌吧 是不是 對 就是還不錯 但是我想要 知道後面有沒有鬼 快告訴我 OK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問完啦 那大家想看我們問 ChairGPT什麼事情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可能可以拍個系列 或是 以後我們真的 不知道拍什麼 我們就從外面找主機也可以 那就這樣啦 就是人類未來真的是有點 就是會擔心自己的工作 你覺得他哪些工作 會有危險 就是這個東西 越來越厲害的話 我覺得目前 可能就是那個繪圖啊 什麼AI繪圖啊 喔 因為那是爭議蠻大的 沒有啊 可是這個 這個只有文字啊 但我覺得就是 有一個地方他可能取代不了 就是創意 創意發想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可能這種就是 普通的文案 他是可以替代的 但如果你今天是要 比較有創意性的東西 或者是 你要真的了解這個東西 要去寫的文案 這可能就替代不了 好 那就這樣啦 記得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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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 然後如果喜歡我們周邊商品的話 可以到我們周邊平台去購買喔 下一集呢就好 兄弟弟到下集裡面見 掰掰 掰掰 記得留言喔 每一次的留言我都會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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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